大家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美股的表现,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好,我们先看今天重要的消息面 微软690亿美元收购动势暴雪,获得欧盟的批准 欧盟方面表示,微软完全解决了云游戏市场竞争问题 微软向欧洲消费者提供了10年的免费授权 让他们可以通过云服务传输所有当前和未来的动视游戏 欧盟委员会还表示,该交易不会损害游戏机市场 因为微软没有动机,在不牺牲利润的情况下 拒绝索尼、PlayStation等竞争对手获得动视的游戏 在欧盟,PlayStation的市场份额比微软的Xbox大得多 当局还指出,微软和动视暴雪在移动游戏领域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而移动游戏市场约占欧盟整体视频游戏市场的一半 这显示出全球监管机构在对巨头的大笔收购监管方面存在分歧 欧洲监管机构对科技行业的态度似乎比美国更宽容 此次批准是罕见的 多年来,欧洲反垄断监管机构一直在积极追查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 开出了数十亿美元的罚款 并下令改变某些商业惯例 利纳可汗带领下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则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利纳把并购的挑战作为她控制科技巨头计划的核心部分 目前,FTC已起诉微软,要求阻止这笔交易 并定于8月举行听证会 FTC称该交易将损害消费者利益 并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玩家 几周前,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否决了这一协议 称浙江阻碍当地市场的竞争 微软表示将对这一裁决提起上诉 对于今日欧盟的批准 CMA表示 承认并尊重欧盟委员会有权对微软和动视暴雪的交易 持有不同观点 但他们坚持自己的决定 此次,欧盟的批准 不会对这一过程产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影响 反垄断律师说 微软推翻英国决定的可能性很小 尽管如此 欧盟的批准表明 微软扫清了收购动视暴雪面临的三大监管障碍之一 好,那这个事儿呢 已经一年了吧 现在呢 有了一个新的进展 那英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 应该是这个脱欧了 对吧 好,另外 关于Meta 说Meta的营收前景更加乐观 大幅上调目标价至320美元 Loop Capital将Meta Platforms评级从持有上调至买入 目标价从220美元上调至320美元 分析师认为Meta的费用合理化是一次性驱动因素 但对该公司的营收前景越来越乐观 这位分析师表示 苹果广告追踪政策的变化 外汇交易和像Rails短视频的过渡 是Meta营收面临的三大不利因素 这三大不利因素都在循环往复 并将成为有利因素 分析师估计这些压力对营收增长产生了15%左右的不利影响 Loop认为除了基数正常化带来的加速之外 Advantage Plus产品的强劲增长和Rails的盈利势头也有望提振Meta业绩 好一会我们看一下Meta的图 另外AI这家公司Q4 也就是上一个业绩季度吧 初步营收超预期 人工智能软件制造商AI 周一公布了截至到4月30号的第四季度初步业绩 营收在7210万美元到7240美元之间 超过了华尔街预期的7110万美元和该公司的指引 AI表示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为2810万美元到2950万美元之间 自由现金流为1800万美元到1940万美元之间 调整后运营损失在2370万美元到2390万美元之间高于指引 AI表示 企业人工智能商业环境比以往更加活跃 并且似乎正在加速 因为该公司在第四季度完成了43笔交易 其中包括19笔试点交易 完整的财报将于5月30号公布 那么今天的AI也是大幅的上涨 一会我们跟进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标普的表现 标普白指数期货微微的上涨0.22% 我们看到在宏观上看 仍旧是聚在了这里 还是在这里窄幅的震荡 只不过今天是一根小阳线 按照我们的计划 按照我的想法 假设上行的概率会略高 直到他用强劲的单阴线去把我们所画的上涨趋势线往下跌破为止 那目前看来啊 东方双方还是在此有较大的分歧啊 特别是多头的力度也并非是十分强劲的 当然呢 他本质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啊 他代表着股市相当的分化啊 有的在涨 有的在横盘 有的在跌 而且比较均匀 才会出现这种窄幅震荡的情况 这个概率分布比较均匀是吧 所以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些正在做多的一些交易的机会啊 市场啊 在各股方面或者是个别标地方面是有一些机会的 对吧 只不过大盘表现来还是在这里航盘 那这个什么时候往上突破还是往下跌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呢 目前看来空头也没有意图去使劲砸盘 对吧 只要空头在美股里不愿意使劲砸盘 那几乎就是只能看多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领涨的纳指啊 纳指今天上涨0.5%左右 我们看到日线图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阳线啊 这样的话 由于它近期呢 一直是在缓缓的上行啊 缓缓的上行 所以呢 多头应该还在里边 非常的呃 有信心啊 为什么 因为空头它不砸盘啊 所以就只能继续看涨 那总结下来 美股呢 基本上还是比较分化的哈 通过标普可以看出来 那么相对机会较好的 那就是 呃 这个纳指 那么罗素啊等等的 可能还在斩缝震荡哈 啊 因此呢 只看一下标普就可以哈 想要去抓机会 还是得看 科技类的 会好一点 好 这就是大盘的表现 那网友让看一下天然气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对于天然气 是什么看着看着来着 我们一直都在表达 对这个图的厌恶之情 嗯 对不对 什么叫厌恶 也就是说 交易的难度比较大 交易的盈利性 比较难 把难以把握哈 盈利性啊 比较难以把握 那么你去抄底的话 他不断的去创新低 那你怎么去抄呢 那当前应该怎么看呢 当前应该边上看呢 那按照我们的选股或者选标的的策略 按照我的想法是不去参与这种啊 这种图啊 这种图你看可以直够上行 可以直够下行 但是啊 他跟我们的股票还是不一样的哈 他是大宗商品 他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 或者是消息面的影响较大 说他有没有可能上 有啊 也有可能再下来 这个图不好把握哈 技术分析的效果不是太好 那如果你按均线组的话 你会看到20均线目前 都压着啊 比如说60均线20均线 这些都构成阻力 对吧 按照我们右侧交易的做法 那当时拉升回落再止跌 才能再去做可能的反弹多头 另外呢 这个图我们厌恶的点是啥呢 他不是特别连续哈 不好做啊 他有跳空的行情 你怎么去把握呢 有人说做多也可以赚钱 那那当然了 那那看谁能赚来 什么样的行情都有人能赚钱 那关键是不是你自己 对不对 这个问题很关键哈 所以我们倾向于选一些图形 比较漂亮的架构比较清晰的 尽量是好看一点的图哈 那这个图下做空也不行哈 因为他弹起来 好吧 我们表达过对这个图的厌恶哈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领长的一些图 那么UPST这是我们所关注的 你看 跳空高开 回踩 强势指定做多吧 做多 那应该做多吗 应该 为什么 你看这个多头 吞没了一下 今天的大阳线 一下吞没掉了 上面三根回落K线 缺口不愿意再回补了 那这样的话 只能继续去看涨 今天又是上涨23% 那么上一次是从 14块钱挑到了19块钱 挑了4%50吧 涨了4%50 然后稍微回落了一半 又弄起来了 那么后续呢 看涨的概率会比 看空的概率要高啊 因为空头看到这么强的阳线 他估计胆要小一点啊 信心要减 就是说空头的信心呢 会减少了很多啊 这个图呢 应该 对吧 多头会更强 另外一只股 AI 那AI这个图呢 我们近期跟进过一次哈 那么之前跟进过一次 应该波动化卖出 等待回落 止跌 我们近期又 观察了一次 那么今天是大幅的上涨23%哈 那这个图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在这儿突破回踩 止跌的时候 可以做多是吧 在这个位置做多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之前是想 把它定义为 这是头肩底 这是左肩 这是右肩啊 然后啊 画了一根横线在这儿 大家还记得吧 哎 这根横线就有可能是这个 呃 这个肩啊 肩部的一个支撑位啊 支撑区啊 那这样的话 选择做多会好一点 我们也同时画出了一个偏长线啊 中长线的一个趋势线啊 那么短线的趋势线啊 在这里 对吧 突破会在走起 那么接下来呢 将去测试更高的一些阻力区啊 我们不妨把最高的阻力区画在这里 嗯 好 这个就是领长的 那么 呃 刚才看到他的这个消息面啊 应该还是比较利好的啊 属于较大的利好啊 但是这个图 他本身他这个K线有时候也比较大啊 所以呢 也不能说特别的乐观 好吧 毕竟上方还有个阻力区啊 好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在另外一个领长的图 谁啊 FUBO FUBO这个图呢 我个人是有点倾向于要向上突破啊 有点向上突破的感觉 就是说啊 之前啊 上一周 啊 这一根 这个拉上去了 对吧 然后稍是弱势的停顿 那么今天又是强势的指定 那这样的话 很显然呢 对上面这根下跌水 也就是说由这个点和这个顶点 共同确认的这根下跌水前 有可能在本周呢 形成一个对象 对他的一个向上突破 那接下来呢 如果突破的话 大家要注意啊 这属于啊 大型下跌趋势线 这个被突破的第一第一浪啊 第一浪呢 大家应该做波段化处理啊 到时候 对吧 所以这个短线的趋势线应该画好 这就是福保 福保我们是 大概是在一块到一块二之间的时候啊 说要去适当买一点 对吧 这一次 那么上一次呢 我们是在这边买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我们是在这买一点 做波段化 但这次呢 我个人是觉得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一点啊 所以在周末复盘的时候 特别叮嘱了大家 看看本周早些时候指跌的情况 一旦能有强势的大K线出现 那么这一周有可能尝试突破一下 突破谁 突破由这个点和这个点确认的大型的下跌趋势线啊 特别上去 走构成真的一个大一浪啊 当然啊 我们的移动止损也可以提高啊 市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因此之移动止损要调高一点就好了 它再跌回来也有可能啊 好 这个就是福保啊 强势的领长 好 刚才网友问这个抱有哈 可这个天然气是一样啊 我就不再说了 我们去看一下呃 另外一个好兄弟啊 谁啊 open 那么open这个图呢 我们很显然也是在相对的 那第一次是在这做的也是吧 对吧 那么第二次啊 给了两次机会 一个所谓的呃 下跌圈的小左侧 小右侧啊 形成了一个双重底架构 然后再次做起来 那么到这个阻力区呢 有了回落哈 那么上周有了回落 网友追了高 那么今天呢 应该是对这个W底的一个颈线的一个回踩指低啊 那么后续呢 还有望再次测试一下这个阻力区 也就是再次去尝试突破左侧高点啊 看能不能啊 再上一步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画好一个这一浪的趋势线啊 可能的一个趋势线 这不就是突破回踩的吗 哎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高点给弄上去啊 这个阻力区给弄上去 那一旦打开的话就不得了了哈 我们再恢复重复一下我们的可能的规律啊 他可以直勾勾的下行 他也可以直勾勾的上行 好 非常漂亮啊 多 好 我们再看领长谷 AFM 那这个图大家看着眼熟吧 也就是说不眼熟啊 那么刚才的这个open不跟他这个图一样吗 大家看 这一浪下跌 左底 哎 来一个标准啊 也也算是一个右底吧 对 都没有把这个最左边这个底点给跌破 这样的话 多多 哎 我们看到空头呢 只能给了一根k线和 还有给了一些影线 那么今天呢 又是直跌阳线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 去挖掘80%的利润 看看有没有可能啊 答案是有可能了 对吧 哎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也是 呃 抄底的一个图吧 啊 有的人喜欢这个图啊 有的人没做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这个图接下来 有人说不知道吧 来 我知道 刚画的 画一个趋势线就可以了 对吧 嗯 看看能不能再涨一点 他不涨就不涨啊 一般情况下应该会涨一下吧 毕竟大家都看到了这个 这个底和这个底构成的双重底 是吧 看看能不能走一波 嗯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这下 也有可能啊 不要急啊 只要你是在相对低点 建的仓 现在可以先拿一下啊 拿一下仓位 嗯 那一旦走起来也不得了哈 百分之八十 去测试上一次波段的高点 嗯 好 我们再看比特币 呃 那么今天的比特币 有一点止跌的这种感觉哈 啊 但这个止跌呢 应该是属于ABC浪的一个 C浪的一个反弹 我们说第四浪和第五浪 是非常复杂的 那对于下跌行情也是如此哈 那有时候市场就是一个ABC 就直接就上去了 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四五浪的一个 复杂复杂形态哈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等待这根下跌线的右侧 再去建新的一轮的仓位就好了 避免说啊 这个头肩大底呢 这个跌的不到位哈 再跌了一下 然后再止跌的 对吧 你看中间这根横线 实际上是左肩的支撑 那么右肩到底能不能在这 再跌一点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啊 这第四五浪比较复杂 因此呢 在下跌山的右侧 再去等待建仓 或者是跌到这根横线的时候 再去做 下一轮的多头波段会好一点 不要看他涨了 就立刻就那什么哈 这有可能就是第四浪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吧 那么英伟达今天再次上涨 2.18% 那有网友说 在涨很多 怎么可能 你看他就不明白 什么叫做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什么叫做强者横强 那么当我们可能啊 他对我们这个频道不理解啊 那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不去猜顶 就是说 你不要觉得这一定会是顶 我也被说他不一定是顶 对不对 就是说什么时候是顶 你得有强势音线 往下砸盘才行 你看今天又是阳线 那你说怎么去猜顶 没办法猜顶 所以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了 你看阳线给出来了呗 对吧 阳线给出来就说明了 这也有可能还不是顶啊 那如果大阴线再来一根呢 那大阴线来的话 那就有可能就是顶了 对吧 他没给强势的持续的大阴线 就不能猜顶 注意不能猜顶和他这是不是顶 那是两件事 是不是顶你的时候才能知道 猜不猜顶 就是说你事前你也不知道这是顶 好吗 还得涨吗 那看这样子还是要涨哈 看这样子还得涨 我有人说 哎呀 实在是受不了了 如果是做多该赚多少钱哈 那你现在去找一些图做也可以啊 你如果有那种能力的话 那说这么一后悔 还说明还是没有具备抓波段的能力 对吧 你市场有很多机会 非得看这一个图干嘛呢 是吧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自己有那个能力才行 否则老师后悔一点又没有 啊 我们看一下麦他 这个麦他呢 还是稍微回落了这边两个哈 浅浅一落啊 那么现在呢 又涨起来了 这个图呢 还有点像上一次这个缺口啊 缺口也没有完全被回补掉 稍微这个落得更浅是吧 那这样的话只能做多 对吧 刚才啊 这个调高了他的一个目标价 320320到哪啊 我看一点啊 画一个 那不就是缺口这吗 就缺口这 缺口上边沿 就是320左右 哼 就是说他把缺口补一下 就就就开始洗盘了 是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缺口补不补 那我就不清楚哈 那这个图呢 总之上涨其实现在没没被破位哈 说这图怎么跟麦他那么一样的 那么强啊 他们俩这是巧了哈 不同的领域啊 图还是挺有点像啊 所以继续看涨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怎么跌了1%呢 有人说 这很正常啊 谁说一定要涨的呀 他能不能不涨啊 也有可能 你看这是第几浪啊 有人说 不知道啊 来我们数一数啊 1234 你看 第四浪 第五浪 有时候非常复杂 对吧 我们对这个图 其实做个叮嘱 我们要提防第四五浪 向下行的可能性 有时候第四五浪 就是横盘一下 就直跌了 对吧 也就是说形成ABC 四五浪 就是直跌浪 对吧 整体是一个直跌 然后呢 走起 向上走 这个图应该怎么办 继续 继续拿着 继续看着呗 这跌幅不大哈 跌幅不大 不要太过的害怕 嗯 呃 我们看一下 呃 这个微软吧 刚才说到这个微软 有个并购是吧 说微软这怎么也没有跌呀 那可不咋的 说是有没有可能是顶 也有可能啊 他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目前看来不像的啊 我们把均线组一打开 你会看到 哎 二数均线还是很有效的哈 对吧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上行 有啊 看历史上 你看 直跌过的上行的行情 也比比皆是这些不断 看到没 所以完全贸然的去猜顶 也是不现实的哈 对吧 说还得涨吗 那 不知道哈 反正目前不能去猜顶 不像是顶的 只能说呢 在这里窄幅横盘 去把上面属第二个横线的 阻力去洗一下 然后再往树上磨 磨到最高位 这有没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也就是说 我倾向于那本走法 有人不懂哈 什么叫一切皆有可能 当我说 我有点倾向的时候 你应该能听懂哈 好 那么今天的市场还算可以哈 虽然看标普啊 咱们看标普感觉 哎 怎么涨的不大呢 但实际上啊 咱们的市场 还是有相当多的图 是我们一直在跟进的 在涨的 当然有少数股啊 他没有去启动下一浪 甚至是跌破了低点 但还是相对较少的这种情况 一般的图都是在横盘震荡 走一个多头的波段了 对吧 强势一些的就是继续暴涨 是吧 继续直勾勾上行啊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跟进的股还是比较好的啊 还是比较概率上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应该属于 不是说特别不差的那种 应该属于好的股啊 好 我们今天盘后呢 先说这么多 明天盘前再见 拜拜